轉不動 轉不動 所以我們現在拿來做記號 拿出手電筒仔細看著機車鎖頭內的構造 接下來拿出未加工過的鑰匙 一下兩下仔細的研磨 經過了一番奮戰 終於 這可不是什麼神奇魔法 則是開鎖達人尊冠偉 經過長年訓練後的專業開鎖技巧 因為開鎖在新北市開出三家店面的他 當初會進入這一行 只因為高中時的一部電影 因為看了一部功夫的電影 然後裡面周星馳破門而入的那個畫面 就立志要當鎖匠 年少懵懂的他 看了偶像的電影就這樣傻傻的進入鎖匠的世界 但學習的過程可不像電影那樣的一觸可及 就小時候在當學徒的時候可能都在練起手感 然後練鎖的時候會比較辛苦 就一天可能會花個十幾個小時練鎖這樣子 還有就是可能當學徒的時候薪水可能比較少 家裡可能反對 但是我們還是堅持自己的想法 就是堅持到底這樣就對了 不在意旁人的眼光 堅持在自己的道路上 曾冠偉學成出師後也與時俱進 從傳統喇叭鎖到現在電子鎖都難不倒他 曾經還有家上市公司的大老闆 要開會前還得看他臉色 很擠啊 準備拿文件要開會 臉就是比較顏色不好 師傅說當時老闆接到電話後立刻趕到現場 發現是一間千億資本的大公司老闆 放資料的抽屜鎖頭壞了 急得要命 但這種事對他們來說只是小差一點 開那種鎖有差不多3到5分鐘 這個千億富豪有跟我說什麼 千億富豪就拿著文件就走掉了 就已經開會了 開鎖的客人形形色色 除了幫富豪服務以外討人宴的奧客 當然也沒少過 我們電話中其實都已經寫報完價了 是 然後開完以後 哇 他就報一句我沒錢 不然就有一些比較奇葩是 開完以後嫌我們開太快 開太快 對 然後問我們說 啊價格可不可以算一半就好 那這種客怎麼辦 我們就把他們關起來 就是說那你再另外找沒人去 十幾年的開鎖人生 除了解鎖自己的人生成就以外 也解開了不少人的煩惱 但正管委說 有一種瑣事 連他也打不開的 迎接鎖人生 拖發中心 機密報道